好久沒有在Youtube見大家 因為如果你是Youtuber都會知道 Youtube是非常之不可行的 我是在說那個time cost 所以大家都應該知道 我已經將那個精力集中在私人頻道 私人頻道也就是Patreon 我亦都經常勸大家 勸到大家都口臭 你就算不加入那個月費 你也可以成為免費會員 因為我裡面其實是有很多免費公開資訊 但我難道每一次出一個免費公開帖 我又去提醒大家 與其我經常提醒大家 為何你自己不主動去加入那麼方便 而且我已經多過一年了 我的私人頻道就是Patreon 麻煩不要再問了 做一個有責任的人類 不要經常把自己的責任去寫給人 我每次叫大家看我的私人頻道 然後你又問什麼私人頻道 在哪裡去找 我想說很麻煩 好 但為何今天我都要排除萬能去做一個YouTube影片 因為2024的4月 是整個2024最興奮最重要的月份 因為有一些重大非常重大的生長 但時間都來到4月中 為何我現在才出呢 因為我是一個一不做二不休的人 因為如果我要把這個4月展開去講的話 就非常之麻煩 那本身我就打算一不做的 但是呢 基於 咦 在這個世界 時事上面我竟然發現到有兩宗 一宗是台灣一宗是香港 咦 竟然有些東西是呼應了其中一個生象 那就令我覺得不行了 這個生象真是太過神奇 就令到我想義不休的去 亦都是義不容置的去 就去 算了 做完很多研究 然後做這個 生象研究結果的公佈 OK 那台灣是發生什麼事呢 很明顯就是那個地震 但是不是說 純粹地震 那樣就生象 那樣 它還是有一個很具體的點 是 瞄到很瘋 是 嚇到你吊下巴 那所以我就覺得 嘩 這個生象真是太恐怖太神奇 還有香港是些什麼的事情 你們可以留意在這裏的底圖 OK 那就會發現不到那個端藝 但是在我開估之前呢 也都再次提大家了 其實我Patreon真的很多好東西 有一個我講了整個多月 由三月講到現在 就是說 有沒有五月或者十一月 出生的朋友或者是你明大天秤 怎樣為之明大天秤 看回我的社交媒體 OK 我已經在那些社交平台媒體 講到 嘩 講到 口都爛 那 果然是有朋友 就是有我的Patreon會員 因為是獨家福利 那就是那些月費會員 是贏了大獎 然後封了五位數的理事給我 五位數的巨理事 我這麼大的時候 我都沒收過五位數的理事 即不論是我從事業 或者是新年 親戚朋友給我 我都沒收過五位數的理事 那是多少五位數 你可以去看回我的社交媒體平台 OK 那還有最近也都有很多 就是中了的東西 不單止我搞那個 贏錢金螺是中了 OK 那跟著還有 還有 因為 最近很多地震 連美國也有地震 美國 東 是不是東岸 東岸 東岸還是西岸 哎呀死了 忘記了 好 真是東岸 那 趕地震趕中了我都不奇怪 是的 亦都真的趕中了 我連他的事發時間都趕中了 OK 是 詳情你可以去 即是 最詳情你是應該要加入我的Patreon去看 我真的連這些地震的幾點的中數都趕中了 所以你說西洋玄學是沒有神奇的 但是我那時候就是靠靈素學Numerology去說的 就不是靠殲星學去說的 是的 但是都是西洋玄學 是的 詳情你可以去看我的Patreon 講2029個靈素學 還有我也有教 即是根據靈素學 去教全天下的人 今年如何自處如何應付 OK 是的 但是如果你不想看這麼長情的話 你大概都去回我的社交媒體平台那裡看一看 那我也有去給一些粗略的概述 所以Patreon其實是有很多獨家會員的豐富資訊 不看就真的很走寶 還有我最近出了一個叫做王大仙特輯 我覺得是挺有趣 還有它裡面是有一些 嗯 就是有一些 對宇宙對人生的感悟呢 如果你日後在這個玄學路上 你是有追求的話 那其實都是 就是可以是給你一些 的 是的 那也是Patreon OK 還有過了這個Youtube之後呢 因為我都說這個Youtube其實是 就是出於四月 因為我們今個四月是有很重要的聲像 我不妨現在說 今個四月我們首先有 八陽座的新月日食 那個日傳食 那麼 你看新聞也看到那個美國大日食 因為這個日食在美國的大部分境內都會看到的 那個New Moon New Moon Total Solar Eclipse 過了之後呢 就有那個天目合載金牛座 天王星合目星 這個天目合載金牛 就是會發生在 因為在我出片這個時候 剛剛那個日食已經結束了 你可以去看那些上網 但是這個天目合金牛 就沒有正式發生的 那一刻 那一刻 會是什麼時候呢 就是在 隔壬威節時間 4月21號 凌晨2點27分 就在金牛座21到49分 是 蛋身 OK 如果你自己在 這個世界不同時區 你自動將去 例如香港 你將去GMT加8 OK 如果你加8 那你會變成 10點27分 am 但是我經常都說的 例如這些 什麼星相合 那你不是要等到 那一刻 那一分鐘 那個能量才看到的 基本上 原來這個天目合金牛 去那個 能量場 你整個4月都會看到的 甚至我 之後我會解釋多些 那所以 為什麼發生了 地震 OK 因為 不是時候很明白 我之前也都已經預告過 我都說是那個20240數學 對吧 我一早已經說過 今年是多地震的 那 尤其是天目合金牛座 金牛我們叫做土中之土 然後 天目都是一些爆破性的東西 那你是一個土那裏 有一些很爆的東西 那其實就是 一些seismic 的activities 一些地震波動的東西 OK 那 還有 回到台灣 你們剛剛有沒有看到底圖 它最神奇的就是 我們 就是 就是 我們 就是 就是 在新聞尾 經常有一張照片拍出來的 有一棟樓 傾尺了很多 但是 又沒有完全想 那個樓 叫什麼 就是 天王星大樓 OK 也都 很遺憾地 有一個女教師 去救她的家貓 救家貓不成 不是 就是 我以後 那個家貓也是被救了 但是那個女教師 就 不幸就喪生 那都是RRP 那 就是這棟很出名的天王星大樓 名字就是叫做天王星 那是不是很呼應 這個天目合金牛 那 還有 香港另外那一天 你們剛剛自己去看底圖 其實那個日子也是 相應的 就是偏偏發生在天目合金牛 之後就開始了 OK 而且那個圖案也是跟天目合金牛 是一模一樣會緊構的 那如何緊構呢 那我接下來這條片就會慢慢去解釋 好 但是我們今天這條片 就只是說天目合金牛 OK 因為如果要說完那個 白羊座的生月日食 這條片就可能變成兩三個小時 OK 那所以 但是 我都說了 我一不做二不休 那既然我開四月 我就真的不妨說完那些 就是白羊座的生月日食 還有 或者這樣說 我這個天目合金牛 我覺得一條片我都說不完 那所以剩下這些寶怪內容 OK 那 again 我都是會放在Patreon那裡 OK 那 還有特別我會再去拆分 那這次的這些升象 4月這兩個非常之重大的升象 還有我再說一次 這個2024年4月呢 是這個最興奮最重要的一個季 就是因為這兩個超級無敵大升象 不只是我Thomas說的 我塔仙亂南說的 你問全世界的尖聲家 我們都是說 這個4月開始會有一些大變 是 就是對世界而言 或者對你個人而言 都會有一些非常之大的 你會走出一條新的路 OK 那所以 如果是個人的 對於十二星座 那這個4月開始會有些什麼的改變呢 你人生應該有些什麼策略呢 那這些我都會放在patreon的 OK 好 那我現在就正式開始說 就是部分的 這個天目合金牛的聲象 還有一些的語言 OK 那對沒有什麼西洋尖聲底子的觀眾朋友 那我在這裡嘗試用一些key words去深入前出 令各位去盡量理解 究竟這個天目合金牛是什麼一回事 天目合金牛的意思就是說 在金牛座掌管的一些事務 金牛座的議題上面 現在天王星和木星走到一齊 冷迷一久 他們就會將自己各自的能量 融而為一 令到在金牛座掌管的議題方面 會有一些突如其來的變化 我先說一說木星 木星原來它是代表一些機遇 一些新的發展新的路向 還有木星有一個擴張的功能 所以當木星合任何星的時候 它可以將 例如我本身當一個星叫做1 那麼1加1本身等於2 但是木星它本身其實不單是等於1 它是等於10 所以如果木星再加另一個星就會變成11 就不單是2那麼簡單 OK 好 但其實呢 又好搞笑 木星本身自己有擴大的功能 是不是 原來天王星都不弱 天王星它本身也有一個輻射的功能 所以天王星是真的掌管輻射的 掌管輻射能力的 或者如果你知道天王星那個 尖聲符號 其實它就是一個 一個電啊 輻射啊 這些電流的東西 在那裡的意思 OK 所以現在天木合 就等於將兩個放大鏡放在一起 或者你等於將一個核爆 再加一個放大鏡放在一起 那是不是會將那個核爆的能量放大了呢 所以是很搞鬼的 所以亦都為什麼在說 就是它是 今年 本年度最重要的聲像之一 OK 那還有 天王星本身也是講一些 awakening 是的 一些awakening的中文就是 一些 就是醒悟 覺醒 是的 所以就尤其受著金牛的課題 例如什麼呢 那我就是不能進列 那就是說 例如是食物 大自然 大自然 大自然環境的資源 OK 錢銀的事務 是的 那在這些地方 都會令人類 忽然之間有一個 很大的覺醒 或者是一個很大的進步 OK 那就是關什麼事呢 就是你realize到一些東西 原來不成功的 原來一直以來是很多 雜非成事的 那你才會去改變那個流勢 而引起一個進步 對不對 正所謂有危才有機 你才會肯去發展 才會肯去給一些 就是去找一些solution 對不對 還有 何況天王星呢 亦都是講一些 發現 Discovery OK 尤其是我們通常是講科學 或者是技術 就是科技的 就是發現 是的 所以 是的 我們會去找一些問題 原來之前看到很多的事務 都不行 OK 那我們現在終於去 就是去發現到了 然後 發現到那個問題 然後再去努力地去發現一些 解決辦法 所以我們人類才會在 剛剛說的那些 課題上面會有一個發展空間 是不是 那還有多些 所以 金某座也是 跟土地非常之有關係 OK 因為我剛剛在片頭也提過 金某叫做 土中之土 是的 所以它那個堅固 即是 它真的代表地下 地學那些東西 那所以 為什麼 會跟地震有關 是的 還有陣就是 當然跟木天合有關 對不對 好了 那還有 考古學 是的 地質學 是的 校古學 是的 例如金某還會掌管 剛剛都說過 錢 技術 還有 當然 金某是錢 如果你混合天王星那些科技 那就是錢的科技 是不是 例如現在說那些 Fintech 那些東西 那些人經常說 Crypto那些東西 啊 Crypto什麼時候開始興起 或者不要說興起 我不知道它什麼時候是第一個發明 但是這些東西 什麼時候開始 真的慢慢走進入 我們人類社會 我們會經常去 discuss這些東西 其實是由天王星入金牛開始 你不信你去查回歷史 OK 沒有記錯它是在 好像是08年 左右 天王星入金牛座 是的 那時候 那時候 我們經常說的 Ethereum 比特幣 那些東西 就慢慢開始去 即是 大行其道 是想正軌 或者我們人類 開始會去接觸它多些 OK 好 接著還有 金牛座也是跟我們的sensus 是我們的感官 是有關的 跟我們的身體 是很有關係 特別是我們身體的感官 或者是一些視聽享受娛樂 是有關的 OK 那也是跟物質 是很有關係 這個物質 我不僅是說 那些人物質主義 其實也是說錢 不僅是這種物質 我是真是說 材料 即是 什麼 材料 即是怎樣 原料 原是不是叫原料 即是例如 膠是一種物質 鐵是一種物質 鑽石是一種物質 即是那些物質 即是化學 化學家會去研究的那些物質 OK 那還有什麼呢 或者是 還有跟農業很有關係 OK 是了 農業 和土地 是吧 還有跟Banking System 很有關係 當然Bank就是 錢 我剛剛也說了錢 是吧 或者是財富管理 是了 都有關 OK 跟著還有 如果要說 再虛一點的就是 我們人類的價值觀 OK 再說 價值 通常價值觀都是圍繞錢的 但是如果 其他的價值觀都是 金融座長官 或者我們擁有的東西 擁有的物質 或者有些人說 其實你身體健康才是最大的財富 OK 所以這裡 我們擁有的身體健康 剛剛 還沒有呼應了 我也是說 金融座和身體很有關係 OK 雖然如果你要更加確實 他就特別是和我們身體的感官很有關係 OK 但是身體健康 基本上都跟金融座是息息相關的 OK 跟著 也都 可以給少少透露 就是預言定少少東西 OK 就是說 其實 隨著添木合金融 接下來一整個 這個叫做添木合系統 這個系統多久 我稍後會結構 OK 人類呢 就會在我剛剛說的 很多的地方都會有一些發展 如果我要講一些比較精準的語言 例如我就會說 接下來人類會很流行 搞自家耕種 在家種植 OK 跟那個 就是自給自足 是很有關係的 因為金融座也是我們叫做月亮約星的所在 所以金融座和家也是息息相關 那些人會很喜歡在一個自己的自私地區 就是家 去搞 Gardening Farming 剛剛我都說過 金融座和Farming是有關的 是吧 那 嗯 例如 其實香港都慢慢開始搞那些什麼假日農間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試過 那我以前我都試過玩一塊田的 那你便逢星期六 星期日那些去 去種一些東西 之後就會有收割 這樣 挺開心的 OK 或者其實很多新式的大廈 在香港我就好像沒有什麼見過 OK 始終香港就 這個地方那麼淺窄 那麼 赤 土 串 金 但是例如大家都知道我現在去哪 那我現在住在那個地方 去越來越建的那些新式高樓大廈 九成九都是有那些垂直的花園 是吧 那或者有一些新的一些大的項目 他直接是有一些自家的小農場 是吧 有得給那些養的那些羊仔 是吧 我知道在 現在那裡 是吧 所以都很驚為天人 OK 都越來越好似反映著 人類 我又不可以說完全反映歸增 但是起碼在貨物上 會很希望自己的家越來越貼近大自然 去親近大地之母的能量 OK 好 那跟著還有什麼 其實木星和天王星分別也是代表雷和電的 OK 我都說了 你看看天王星的標籤 或者天王星是掌管現代 就是 在現代占星裡面來說 是掌管 不是掌管 是守護水瓶座 對 或者叫做水瓶座的現代主星 對 所以就是天王星 或者你 水瓶座 你看看那些星星 其實也是跟電波有關的 電磁波 就是 核 電 這些東西 OK 但是木星呢 就是跟雷是有關的 你們可以去想回以前我們說的那些神話學 希臘神話 那木星其實就是眾神之神 宙斯的化身 是不是 然後宙斯的那個武器是什麼呢 其實就是那個 那個 就是那個 雷擊棒 就是 弄些雷出來的那個 所以其實 咦 現在木天合 那就是 雷電 OK 會是人類來的一個 好 著眼 即是很受觸目的一個 concept OK 那配合我剛剛都說了 咦 其實木天合就會有一些 技術的 breakthrough 是吧 會有一些科技的突破 那所以其實人類呢 接下來也都可能開始會去 善用到雷電 OK 用大自然這個的 自然的 行雷閃電的這個 energy 那可能去 provide 更加多的新資源 OK 因為我剛剛都說過了 其實 金融座也是跟natural resources有關的 OK 那如果是可以去用到雷電的資源 那就更加好了 因為其實 雷電的資源呢 就是我 我之前上網看過 其實比太陽能更有效的 那些東西的 那還有當然你那個 你不用說要去建好多的板 你只是放些東西上去去接收就OK 那但是 當然這個 就是如果 你說得這麼容易 那些人 就是科學家一早做了 對不對 那但是 我覺得真的不要浪費了些雷電 那我們在充心科學家 可以早日去 就是懂得去 去獲取到雷電的那個資源 那就可以幫 就是這個 新病病的地球 是去 就是省回 就是 不要常常去燒煤燒炭 是吧 做好很多Greenhouse Gases 那些這樣的東西 對不對 因為 我看過的 好像說 美國德州 一晚第一次雷電 已經可以給他們整個德州的人 整個德州 不是只是一個城市 整個德州的人 不知道用多少晚 是的 Anyways OK 好 那 接著繼續說 天王星也是一個非常之 Futuristic 就是一個跟未來很有關的一個星體 OK 他說的是一個探索的能量 還有 他很喜歡是Think outside the box OK 所以他不單止說 我只是去探索你已知的地球 他甚至是很喜歡去探索你未知的宇宙 OK 或者是一些 即是叫做Metaphysical的層面 即是直接是一些 形意相學的層面 OK 去探索的 OK 那這些探索 也都希望是可以幫我們人類去 Let go of 一些 old patterns OK 去放下一些舊有的觀念 而是去 接收一些新的思維 OK 例如我做回剛剛那些金牛座說的是什麼 Values Possessions 我們的價值觀 我們的擁有物 OK 那在天木合金牛的這個狀況之下 那我們人類的那個整體的價值觀 OK 少是個人你對日常生活的一些雜性 你對一些東西的那個喜 互愛憎 會不會有些轉變呢 那都希望是會有些轉變的 OK 還有 中環星呢 它是一個很突如其來的 就是它的能量是非常之突如其來的 所以這些轉變呢 你不要覺得是慢慢滲入 OK 其實它是會有一個非常之急 一個是 砰一聲 啊哈 這樣的時刻 會令你忽然之間有所鈍悟 就是好像禅宗所說的 那個鈍悟 你會忽然之間有一個 那個靈悟 那個靈悟 OK 而不是說你漸漸地去收到什麼的正德 收到什麼定景回來 它是叮一聲的 例如我也說 天王星是說一些discovery 你想一下 歷史上很多科學家的故事 他們通常是不是 就是他們有那些 忽然之間發現的那些東西 就是他們是 就是那一下一瞬間 哇 砰一聲 就是他們會驚喜到大叫 很神奇 不是說 慢慢 有時候有些東西 怎麼說呢 難聽這些東西 就是叫做屁股撞棍 是的 他真的是那一下 是很巧妙的 假設 以前 例如 古希臘 是不是有 一個數學家叫阿基米特 OK 那你們有沒有聽過 那個國王 曾經叫他要去 稱王冠 有沒有聽過這個故事 有聽過這個故事嗎 是 寻找周生 這個故事 聽說 嘩 最後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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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